好久没有给大家那么毫无分享了 今天刚好到了一件大东西 所以我就把最近自己买的比较喜欢的东西 包括我以前买的 一直很喜欢用到现在的东西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来看这个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粉色的东西 所以当我在网站上面看到 竟然有粉色的吸尘器的时候 就完全控制不住了 把它买回来了 哇 你看 好可爱的一个 对 粉黑配色 是变量 然后强度 后面有三把 它这个竿子可以这样 这样的高度对我来说蛮好的 吸就不用弯腰了 已经吸出来这么多了 第二种是这样 第二种是这样 它配了一个可以稍强的支酱 你们说用它可不可以让吉利姐多做点家务啊 这个也是前两天刚刚到的 而是我刷IG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DIY小白件 这是五个小熊 然后上面都记得我们的英文名字 之前有了爸爸 然后有了妈妈 之后我们有了吉利姐 再是小布丁 最后是小布丁 一家人整整齐齐 要看着乐得在一起 这个寓意是非常不错啦 但我说到之后 我发现它的做工并不是很好 你们看这里 像这边打磨都不是很平整 像这种地方都有很好吃 不过呢 看在它整体创意还不错的时候就算了 接着呢 这几个呢 是很适合夏天飞的小包包 这个草包呢 相信大家已经在姐姐的视频里面看到过好几次了 它也是定制的 告诉店家有什么名字 然后它会让你选择合适的字体 和自己想要的颜色 做出来就是这样啊 像夏天去海边啊 或者是去度假啊 都很合适 虽然它没有拉链 但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抽绳 还挺好的 这两个呢 就完全是因为它的配色了 我觉得夏天的黄色黄啊 配上了一种黄色嫩嫩的 就很好看 但是因为它们的肩带都比较细嘛 所以不太适合放太重的东西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铜包的形式 这边呢也是一个绳口的 外面也有个小袋子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 蕾丝珍珠的小细节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刚好可以和姐姐可以亲子帮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买这种 黄色嫩嫩的很少女性的东西呢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它们 你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好 因为你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快乐呢是自己给的 你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 各种方式让自己开心起来 还有一个包包 是镇剪包 但是我真的用了好多年了 特别特别喜欢 它是某一年我好朋友送的生日礼物 就是一个小猪猪造型的 接下去我要讲的这个游戏机 是我们现在每天晚饭后 大家会PK一会儿的小东西 看上去它是一个游戏机的样子 但它其实是一个最强大脑训绵机 它是按数字 就是上面会掉下来很多算数题 然后1 2 3 4 5 6 7 8 9 0 你就根据它的那个题目 去把答案按出来 比如说这个是3 按条它就会消掉 好我们看一下 28关大概是什么样的难度 看到有没有 直接连加连减 比如说这个是30 就把它消掉了 但是你速度一定要非常非常快 但我觉得这样一个东西真的很能锻炼大脑 还有就是亲子关系 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就聚在那边一起玩 就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接着是一款香水 它呢这个是属于浓香 但是是那种甜香味的 满满的柚子啊橘子啊甜橙的这种味道 无论是前调中调还是后调 我觉得都是蛮好闻的 最后这几个小可爱呢 我之前也买过 已经是第二次买了 它是领线器 因为现在家家都有很多充电器嘛 就如果不好好收纳一下的话 就很容易乱 这样子收纳好放在包包或者是抽屉里面 又容易找又不容易乱 今天的好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马上就要回国了 又可以大肆的买买买了